哈喽大家,我是云梦 前两天我们一起去了英国的一家养老院 然后去看望了一位老奶奶 所以今天就是想在这支视频里跟大家聊一聊 英国这边的养老方式是怎么样的 费用又是如何 政府会给多少的funding 首先就请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看一下 英国的这个养老院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就是他们在这里每一间房子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门牌号 然后呢,如果是一间,这个是没有人住的 如果有人住的话,这个地方会放上老人的照片 然后这里是名字 然后这样的话能会帮助工作人员找到他们的房间 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记得 因为有一些老人的话,比如说他们可能记忆不好 会找不到自己的屋子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一个长廊 然后有很多房间在这个楼层 然后这边就是床 左边是一个衣柜 然后这边有沙发 在外面是通向外面的一个阳台 然后这个会有很多他们的小东西 还有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就是把这里搞得就是像他们自己的家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边是这个洗手间 就是还挺大的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 餐厅人或者是老年人不好走 他只有一些把手在这边 然后洗澡也是在这边 这边就是大家的就餐区 这也是大家的就是公公区 还有一个零食的小吧台 这里做成一个酒吧的还原 不是一个真的酒吧 但是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吧台 然后这个墙上做了一些画啊 然后这边搞得像一个花园一样 其实很多人都会关心在英国住养老院要花多少钱 这个费用由谁来出是政府的funding呢 还是自己的费用 我觉得在跟大家讲这个数字之前 应该先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们那天去看的那家养老院具体在英国 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水平 然后他们是面向所有的老年人呢 还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就是说专科这样子 so the care home we visited was a luxury care home and that means they're able to provide more specialized services such as taking care of people with alzheimer's and dementia 就是他们的那个服务和质量的话 相对于是英国养老院里面水准比较高的了 其实最主要的不仅仅是说 你住的这个环境它的硬件设施怎么样 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其实蛮重要的 首先来讲呢这些医护人员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证的 然后你看我手中拿了很多材料 就是他们的一些turning啊 然后还有一些拿到这个certificate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就是我知道中文里现在大家都不呼吁来讲说是老年痴呆症 因为听起来就是好像对老年人有一种不是非常尊重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去翻译dimension 因为他老年痴呆症呢是属于一个大类里面的 dimension底下呢有很多就是小的分类 阿尔莫斯海默症是最常见的一种 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一种 这个是我对这个疾病有的一个新的认识吧算是 所以说其实他们在那边工作的这个care 就是照顾他们的那些工作人员 其实是起到一个蛮重要的角色的 他们首先就是会比较了解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疾病的一些老人 给他们比较专业的一些护理 他们虽然说是跟英国的这种JP看这种全科的医生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他们也还是就是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们那天去看望那个老奶奶的时候 他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很过激的 就是我以前认为老年痴呆症呢大家就是说不能自理 然后会一直忘记事情其他不仅仅是会这样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症状都会有不同 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易怒 然后或者是说非常的就是焦虑 然后就是而且是那个情绪是很难控制 它是一下就上来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这种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是真的不太知道要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全部都是在这个养老院 然后食物啊各种费用全部都是包括在内的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月6万多人民币 然后待在这个养老院确实是非常贵 所以说英国人大部分的话就住养老院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他们如果生活能自理那大家肯定还是愿意待在自己家里对不对 然后除非是一些身患状病啊 或者就是说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一个老人 需要一些专业的合伙的老人才会选择养老院 而且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积蓄的 就是费用很高昂嘛 甚至是很多人就讲说是以防养老 那就是说把房子都卖了 因为也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了 把房子卖掉 然后去付这个高额的养老院的费用 那如果说他们把钱就是房子也卖了 然后钱全花完了 那怎么办 会被丢去大街上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政府会有怎么样的措施会帮他们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定的积蓄 然后这个费用是由你自己来出的 那低于这个的话会怎么样的 对 对 就可能各方面的照料啊或者是是 就是这个环境相对就没有那么的好了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钱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的 或者是说如果有家人的话 就是家人出一部分 然后政府出一部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NHS会 就是所以说这些老年人住在养老院的 如果他们有一些必须要去医院的情况下 然后这笔费用的话是就不用他们出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 就是英国人 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存钱的欲望 是不是 他们会觉得享受当下 在我能动的时候 能吃能喝的时候 我就出去旅行 每年去很多次去旅行 然后退休生活尽量过得比较潇洒 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 所以总结来讲呢 就是在英国如果你有钱的话 然后你是可以得到非常专业的 这个养老院的照料的 就是专业程度上 就是说生活上会给你料理的比较好 再有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讲 也是比较专业的这种照顾 但是如果呢你没钱就是你不至于说是流落街头 然后就是躺死在家里没有人管你的那种程度 政府还是会管你的 但是你的这个质量有可能就会没有这么高了 对我也有问过英国这边的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很多其实儿女养老这样子 他们讲说 我觉得就是很多一个原因吧 就是一个是呢 老人他本身不是特别愿意跟孩子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 就是很多老人他们是很希望有自己的生活的 就是你经常来看望我我觉得很好很OK 但是我不是希望能跟儿女就是长期的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样子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独立的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像这种比较重的这种疾病 他需要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照料和监护 那就意味着如果哪一个儿女承担了这样的这个责任的话 首先你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你哪里都不能去 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普通人 没有这个技能 对我们没有这个技能 就是以一个很专业的医护人员的角度去照顾这个老人 其实我觉得我去到这个养老院内心还是挺复杂的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老年人就是那样一个晚年的那种状态了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虽然说每个也许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最后走到这一步 但是你如果是长期在那个环境下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心里还是会有些难受的 另外一方面呢 又觉得其实这个养老院本身已经是做到 他们能够做到比较高的一个限度了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有生活上的料理 然后有医护的员员的料理 而且他们还会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不是 是 有跳舞的 音乐的 嗯 娱乐活动还是蛮多的 就是让一些身体还可以的这种老人 就是还是会觉得在那里没有那么的无聊吧 那基本上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后续的问题 请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大幕 谢谢观看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订阅,留言 在下面 拜拜